主料,蒜苔125克,香干90克,黑木耳5朵,辅量,油,盐,生抽,鸡精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食材,蒜苔,以清洗切断,黑木耳以泡发清洗,将黑木耳放在案板上切成丝,带用,将香干放在案板上切开,带用,将蒜苔和切好的黑木耳, 下入清水锅中捉开两分钟后捞出,烧锅到油烧热,下入捉好的蒜苔和黑木耳翻炒一下,接着,和入些好的香干翻炒翻炒,然后,加适量的生抽,加适量的盐,加适量的鸡精,稍微炒匀,即可,出锅装盘,烹饪技巧,家常菜,随意做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别忘了按赞哦 !